藍烘綠絲舍刑堂到底是什麼 得了便宜還要賣乖嗎 我們先看到這個地方 立法院民進黨團緊急安排了議程 邀請了立法院秘書長周萬來來報告 談世憲後國會職權的困境跟未來 那麼立委中嘉賓就說 給周萬來個機會分享 那立法院國民黨團的書記長 林思敏也說到 讓綠營看見在野黨的肌肉 立法院國民黨團首席副書記長 王鴻威也提到說 絕不容許民進黨私設刑堂 來為難周萬來 進而為難到了韓國瑜 好 我們看到關於現在民進黨 在野黨停止詆毀攻擊大法官 也儘速行使人事同意權 還有終止調閱委員會的調查小組 再來停止審查憲法訴訟法 以及啟動了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修法 再看到立委李彥秀呢 大法官的視線 本來就應該接受各界的公平 民進黨不能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 三個機關的人事案件呢 民進黨不排審查案件 卻堅持這三人事案並審 根本就是濫於充數嘛 在民進黨的執政下呢 調查再生能源等弊案 讓所有弊案都無所遁形 最後他提到說 從實質廢死到護航行政獨裁 憲法法庭已經成為了太上院的太上元老院 那失去了中立性 民進黨團反對憲法訴訟法的修正正名 將大法官當成了護航的急先鋒 國會改革的法案失線後呢 立法院司法法制的委員會 民進黨團的招委中嘉賓 就緊急的安排了議程 要邀請剛剛我們提到的 立法院秘書長周萬南來做報告 那萊茵就怎樣 批評說是私涉刑堂 而針對下一階段的朝野攻防 綠營呼籲再也停止憲法訴訟法的修法 立委的李燕秀也反嗆 民進黨現在是急著出來喊違憲 國會改革法案大部分違憲 民進黨還想乘勝追擊 28號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 突然排案要求立法院秘書長周萬來 捐案報告 國民黨痛批根本是私涉刑堂 當天要號召藍尾來聲援 如果民進黨的委員想藉此來修理 周萬來進而是來修理 韓國於院長的話 那麼我們覺得這個樣的動作 就是私涉刑堂 國民黨的委員也會非常多人 到司法委員會來關切 司法委員會邀請秘書長周萬來 也合覆規定 不需要特別屆事屆端秀肌肉 國會聽證調查權 藐視國會罪通通遭認定違憲 白違喊話修法修到好 不過萊茵態度軟化 似乎要從長記憶 我想我們不會去這樣子 直接就是用修法的方式 還直接來跟他來做一個回應 所以我們細節部分 我們還要再詳細進行過 我們的黨團大會 還有我們的智庫 我們會力爭到底 第一次修法不行 我們第二次修法 第二次不行 我們第三次繼續修法到底 國會改革吃敗仗 再也剩下的反制手段 就是修憲法訴訟法 以及大法官仍是同一權 讓未來大法官不再淪為 執政黨的保護傘 這讓綠委吳思堯幾乎停止修法 憲法訴訟法 即刻停止審查 即刻停止往前推進 藍白還要質疑再一次違憲嗎 開啟憲法訴訟法的修正討論 需要幫司法找回應該有的正當性 跟說服力 民進黨團急著跳出來喊違憲 更證明民進黨把大法官當成護航的 急先鋒鬥爭的馬前卒 國會改革法案判決 不僅對抗國會多數 更讓大法官淪為執政黨的守護神 違背民意 再也只好鎖定憲法訴訟法 修法寄出反制 記者林俊鋒 蔡炳翁台北朝廣報導 我們看到另外一個層面 先看到的是前立委林卓水 他在臉書上面發了一個文 提到了些什麼 他說到 依目前通過的改革法案呢 國會的權力相對於美國國會 還是小到不行啊 民進黨遇到了矮子國會 依舊是驚慌失措 民進黨的心理狀態 竟然淪落到了這麼虛弱的程度 太不幸了 針對這部分 賴清德也有表示說 他願意到立院來國情報告了 好像顯得有所退讓 但這句話馬上被王洪威打臉 他說到賴清德現在是得寸進尺 得了便宜還賣乖 現在總統來到立院是不必尋答的 對著鏡頭講話或者直播 也沒什麼兩樣 你也不必多此一舉了 那對於賴清德現在的民調 跟現況怎麼樣呢 這邊有幫你做個整理啊 媒體最新的民調呢 施政滿意度37% 相較於就職百日下滑了3% 那施政不滿意度 反而提高了有所進步啊 不滿意度到了35% 前立委陳婉惠也說到賴清德的民調正在逐漸下降 不認為民眾都看不懂 那再來就是不管你是圖利 你是金流 相關的報導非常的多 還有他也說 為什麼柯文哲秘書橘子沒有回來 就要申請嚴壓柯文哲 這一點 立委陳婉惠他也搞不懂 好回到國會改革法案 視線後按出爐呢 總統賴清德就表態說 我 我願意到立院進行國會情報告 那綠營更喊話 要求立法院長韓國瑜召集協商 對此呢 立委王鴻威痛批說 立法院是伸張民主法治精神 而不是政治人物的秀場 那立委廖偉祥也不滿意 說賴清德是得寸進尺 帶頭霸凌代表民意的立法權 總統賴清德他說 他要來立法院報告 國不其然啊 民進黨的黨團立刻就來附和 馬上就說要來排朝野協商 這樣做法不過就是得寸進尺 而且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尤其現在總統到立法院 做國情報告 事實上只是他講他要講的 而且他完全不做任何的詢答 這樣的做法 跟總統你今天對著鏡頭 或者做個直播 來說明有什麼兩樣 何必還要到立法院 難道是把立法院當作你的秀場嗎 而如今我們看到大法官 將國會改革無法宣判為違憲 就是將立法院所有的立法委員定掉 你們就是急娃娃 賴清德總統現在要來到立法院 我們到底要不要配合他作秀 就讓他把他自己想編織的美夢 還有謊言的泡泡一一的呈現 我們會後再來一一的戳破 總統要來立法院做國情報告 並不是要來立法院做客 當然要讓立委進行尋答 才能讓國家走向 甚至國家安全等議題便明清楚 總統及民進黨又何必如此的矯情 得寸進尺又假人告告 總統帶著行政司法考試監察 一起霸凌代表民意的立法權 憲法法庭此次做出的判決之荒謬 就如同把錯誤刻在額頭上的明顯 大法官自甘淪為民進黨的小弟兼打手 破壞立院監督制衡行政機關的機制 好 我們再回到剛剛的電視牆 有一小塊沒講到就是這邊 關於北檢在十月二十五號 向地院申請延壓柯文哲 那麼現在可以看到 中國評論新聞網就寫到說 如果柯文哲又被延壓了 那麼小草將會更加凝聚 甚至會吸引中間選民的同情 對藝人政黨的民眾黨 恐陷入群容無首 造成內部分裂的狀況 所以現在有兩種狀況 小草會更加凝聚 但是群容無首會不會分裂 柯文哲的閻壓庭是什麼時候 下週召開 民眾黨也舉辦了一個叫做 賴政府搞什麼鬼的集會活動 包括了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 妹妹柯美然都現身力挺 可是卻沒有邀請 最近因為談到柯霸病情 而導致跟黨中央鬧翻的 台中市府顧問蔡壁如 面對這個問題呢 前立委陳婉會顯得有些尷尬 他只強調說 現在是黨內團結的時刻 根本沒有什麼本錢可以分派系 我覺得現在這個 今天這個活動 就是要充分告訴大家 黨內現在是最團結的時刻 所以沒有什麼分派系 也沒有什麼本錢 因為最近的集結的活動 我看閉如姐都會參加啦 那今天這一場其實主要是要來講 這個民進黨政府搞什麼鬼嘛 所以我覺得不一定啦 就是我也不確定閉如姐會不會參加 但我想這個是都歡迎大家 黨章裡面其實是沒有副主席這樣的一個職位啦 所以我覺得等主席這個他請假三個月之後 我想這個中央委員會跟中評會這邊應該也會來做相關的一個討論跟處理這樣子 那就像國昌講的我覺得 賴政筆也不會讓大家意外 就是說也如果真的延壓的話 以目前來說看起來他就會走這個延壓的一個路線嘛 但是我們是覺得就是說 已經查了兩個月的時間 也已經訪問了約談了這麼多的人 超過兩百個人 該有的證據應該都有了 是不是這時候要繼續來延壓 我覺得這有很大的可疑之處 目前緊急應變小組都還在運作當中 包含那一天 我們知道就是北檢這邊要有一個 延壓的這個動作的時候 緊急應變小組也是立刻就召開了會議來討論接下來的應變的策略 十字評論員歷史哥最近在節目上面 談論到了柯文哲家中的一些不為人之勁爆內幕 有網友就批評說你是靠著爆料來賺取通告費的吧 歷史哥澄清了 他說這些爆料不是由他開始的 是由其他媒體人掌握消息散播出去講出來 他只是加以證實罷了 同時他也反向小草們 不要在批評別人 在批評別人之前 應該先檢討自己 不要整天在邏輯死亡到處出征 這個邀先是有人在批評我啦 說我很喜歡爆柯文哲家的料 爆柯文哲家的料 然後來拿通告費之類的這種說法 先搞清楚這一波爆柯媽是誰先開始 這是潛秋姐開始 難道是我嗎 我只證實這個爆料是真的 就這麼簡單 那證實這個爆料是真的 奇怪 你為什麼不敢去算潛秋姐的帳呢 算到我頭上來 想清楚好不好 我就覺得小草你們要面對一件事情 就是說今天柯文哲家有沒有問題 不是說你把所有人家知道 內幕真相的人通通打死 然後柯家就沒有問題了 這不是很可笑的一種 這什麼樣的一個心理跟心態 如果照這種心理跟心態的話 那我們跟輕聊有什麼差別 那批評別人之前 你先想一想 你有沒有邏輯啊 邏輯現在是死亡 這樣是可以救柯文哲嗎 這真的是很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很煩躁喔 民眾黨創立的時候是為什麼 自詩的是什麼 精神是什麼 現在民眾黨是什麼樣子 先想清楚吧 哪一次人家講你 然後你就說別人講你是不對的 哪有這種事情 你用到把人用不到 莫名其妙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閻壓庭 下週要召開了 民眾黨再度號召支持者上街頭 抗議司法不公 柯文哲的妻子陳佩奇坐在台下呢 難掩悲傷 平平事類網紅館長陳之翰也到場聲援 他怒轟 人家的爸爸躺在醫院病危 執政黨還用這種嚴壓的下三爛手 手段 針對憲法法庭的部分呢 判決國會改革部分違憲 館長說這就是獨裁 因為立院可以查 但官員也可以說謊 這到底是什麼國家社會 的一個國家 大家說對不對 對 立法委員過的所有 只要對民進黨不利的法案 最終 都會跟 最近大家看到的一樣 台灣是一個很可笑的國家 我每天都在講我們民主自由對不對 我們現在執政黨叫什麼 民主進步黨對不對 你們真的媽真丟臉還敢就用這個名字 台灣的死刑介於有跟沒有之間 大家說對不對 啊台灣的立法委員 我跟大家報告 也就於有跟沒有之間 為什麼 你可以查 但是我可以說謊 這什麼國家社會啊 我再講一次 這次事件就很簡單 立法委員可不可以查 當然可以查 查了之後可不可以怎麼樣 不能怎麼樣 最慘的是 又要 嚴壓啦 今天大家聚在這裡 大家他們從 這一二十場的遊戲 看來我們賴總統絲毫不在乎 沒有證據 那就編證據嘛 我們的台灣 現在民進黨的政府 愛怎麼幹怎麼幹 愛怎麼壓怎麼壓 所以今天 我們真想請賴總統站在這邊看看 這就是你國家的人民 人家爸爸現在躺在醫院當中 病危 你搞這種下山爛的手段 賴清德 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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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 鋼防曬凝露 版詞